各位線上的來賓聽眾 大家好 我是TI的FAE Jelly Gow 很高興在這裡為各位介紹 TI在Mater Solution的相關資訊 這是今天的 Agenda 首先為各位介紹TI在Mater的Solution 然後再來就是在Mater軟體開發上 軟體開發平台的設計要點 然後第三個部分是為各位強調一下 如果你要 因為IoT的應用很強調就是省電的考量 那在Mater的話 它需要怎麼樣來讓你的產品 能夠達到更省電的效果 最後就是有一些我們TI提供的網頁連結 來勾訴一下這邊相關的網頁連結 首先第一個部分就是 什麼是Mater 那這是一個TOP圖 這是一個 具有IPv6 功能的 AP router OK 那如果一個WiFi 一個Mater 用WiFi連結的Mater device 它本身就有IPv6的 Layer 的功能 所以它直接就可以連到 AP router上面 然後如果是屬於Straight的話 因為Straight的本身 它沒有IP的功能 所以它必須要 透過一個Ball router 才能夠連到一個AP router去 所以 Mater的 架構分成兩種 一個是WiFi Base的Device 它要直接連到AP router 另外是Straight Base的Device 它要透過Ball router 連到AP router OK 那這個 這是一個蠻 簡化的一個Mater的 網路架構 那在一個Mater的網路架構 裡面會有一個 所謂Commissioner 來協助新的Device 能夠join到 Mater網路 另外還有一個Controller的角色 Controller的角色 可以是遠端 或是近端 然後來控制你的Device 或是收集你 居家的Mater device的狀況 那在這邊有一個小小註解 就是說 像這個Stand-Alone的Mater device 就是所謂的SoC的架構 它的底層 水層 跟上面的Application端的Mater 都是Implement 都是Rong Rong在 就是執行在一個單一的SoC的MCUX裡面 那這個第二個就是Browlouter Browlouter 它通常會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上層的 它是大部分都是用Linux-based 的Processor等級的一個架構 然後再接一個具有 Shred RCP 的一個MCU 來構成一個Browlouter OK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藍線 這個藍線 這個藍線呢 就是當一個 Shred的Device 要join到Browlouter的時候 它必須要透過 VoE的功能 然後讓這個Commissioner 透過VoE的Protocol來發指令 來引導它加入Browlouter 加入之後這個Commission的VoE 就可以不用發揮功能 它就可以透過Mater Thread的Command來做控制 並且收集資訊 好 那接下來這邊就是Mater是什麼 Mater 它之前的定義叫做CHIP 就是Project Connected Home of IP 就是你連到網段的Mater網路的 這個Device都透過IP-based 然後所有就是可以構成一個 很完整的一個IoT的網路 就是CHIP的簡稱 它的之前 那後來在最後把它名字叫做Mater 這個就是它的Logo OK 那CHIP它是早期叫Libby的聯盟 那後來叫做CSA Connectivity的Standard Alliance OK 所以像 Trad它很多都是它的Cluster 就是指令級 功能級 大部分都沿用Libby的Cluster的架構 那Mater的底層 就是兩種 Trad有一個Wi-Fi 那剛有提到在連線的時候 需要有一個VoE 它是用來做Commission 就是引導 Trad的Device 連到BroadLocker去 OK 所以你的Device 就Trad的Device 必須要能夠runTrad 並且能夠runVoE 就是 讓Commission引導到 就是在加入這個Mater的網路的時候 可以做一個引導的功能 那為什麼這樣子 應該是說VoE 存在很多的一個 因為它是 可以說是標配 就是 普遍存在很多的Device 包括手機平板 OK 所以它是一個 比較Common的一個Protocol 那Mater有什麼好處呢 它可以改善相容性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 很多大廠它都 Join到這個Mater的 這個group 包括Amazon的Alessa Apple的Siri Google Google Home 它都有 可以透過Mater來 沿不同家的裝置 所以它可以說是 打破各家的隔離 讓不同家的裝置 可以互相的被控制 互相的來支援 那所以它可以讓這個製造者呢 可以簡化這個開發 而且它是Based on Open Source 就是你沒有開發的成本費用 可以加速開發製造商的安定開發 再來 那選擇TI有什麼優點 TI 從Libby聯盟就是一個主要的會員 在其他的標準 協會裡面 包括所有的group 然後 Vania的SIG 我們都屬於Promoter的角色 那TI的產品的 Wireless無線產品的 有涵蓋Wi-Fi 所有的 DLE 所以這些正是Mater 它 三個必要的無線Protocol 那TI的產品都有 再來就是工業 我們在IoT的領域 也耕耘了20年 所以在省電跟耗電的效果上面 是不斷地在改 不斷地在成長進步中 然後我們MCU 提供 廣泛的Prophoria 就是可以Fresh的Size 跟XRAM的Size 不同等級 供客戶選用 那另外針對 需要距離傳輸員的 我們有內建PA的MCU 那內建PA的MCU 一來是 它的MCU的Size 就比較小 它不用 還要在 板面積還要增加 外部PA的空間 那整進去的PA 它的耗電流 也比外接式的PA 更省電 那你怎麼開發 怎麼開始 開發你的產品呢 你只要 在TI的官網上面 去找這兩塊 LunchPay 就是我們的開發板 就可以著手進行 屬於建構在Wi-Fi上面 或建構在 建構在 建構在 Wi-Fi上面 或建構在 Thread V2E上面的 Meta的Device 那我們做個結論 就是TI在IoT的開發 已經有超過10年了 那我們也是早期的 早期的Meta的成員 主要成員 那在所有的groups上面 裡面也是主要的貢獻者 那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MCU 有什麼 有什麼 不同的地方 前面有介紹 Thread的Meta 主要是建構在Thread 跟Wi-Fi 兩種線的protocol 架構上面 那TI在所有的產品 MCU 他的Stand-by current 可以小於Micro-Empath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在IoT的應用上面 Device到部分都是 處於Stand-by的狀態 他一天真正來發佈 傳遞這個 工作的狀態呢 大概只有幾十分鐘 所以他一天之中 大部分時間是屬於Stand-by 所以Stand-by的科文的考量很重要 OK 還有再來就是 如果你5秒才去探尋 這個有沒有他的資料 或是他的activity的需求的話 我們有預估就是說一個 CF2030的電池 大概可以用3到4年左右 OK 那當然如果說你處在一個超級干擾的環境 可能這個device 如果常常處於斷線狀態 他就必須要處於active的Stand-by 那這個時候就可能會讓你的電池 屬於比較耗電的狀態 OK 再來就是我們有內建PA的device 這個PA可以打到20dbm 那他的內建PA的耗電流 整體耗電流 會小於競爭對手 或是甚至你外接PA的一個組合 然後另外一個優點就是說 在 就所謂工業等級的一個環境溫度的底下的話 我們打到用 用 電池 在打10dbm的Hgb power的時候 他可不可以打一個穩定的一個效果 不會使得溫飄 而改變他的life performance 那另外我們的IoT 紅路線的MCU 都有內建一個所謂的sensor controller 就是當我的m4 或是我的call chip 在sleeping的時候 在stand-by的時候 我還有一個小小的micron 可以去收集 偵測 你周邊的sensor 等到收集到 一定的時間 或者是有異樣的狀況 比如說PI的應用 我就會trigger我的call chip 然後再把這個 透過這個shred 去把紅包丟出來 那TI的Wi-Fi呢 有什麼樣的優勢呢 我們有支援很多種所謂業界規範的 security的定義 包括最新的整個國家規定的FiPS 那TI的device呢 我們在實驗室就有超過230台的AP router 所以我們的device對於市面上那個AP router的相容性也有一定的穩定度 那這個有什麼重要性呢 你的IoT的device Wi-Fi的device 到處連到你的家裡的基地台 就是AP router 那如果AP router它的beacon的interval會飄移的話 比如說它的default可能是100ms會打beacon一次 但是如果它可能 偏移超過10% 可能到90或是110ms 以上 那你的這個IoT的device 就會常常屬於斷線的狀態 它找不到它的AP router 連接的AP router 有一個軟體功能就是我們會去learning 我們會去大概去算出說 你連接的這個AP router 它的beacon是屬於往哪邊偏移的 會縮小還是增加 我們會有一個learning的一個機制 所以可以減少你真正在應用的耗電量 OK 那我們的device 在marketing的readiness 我們的參考設計已經符合這個1.0的spec 然後 我們的就是在Github上面 因為AutoBox的例子已經可以讓 已經是可以過Meta的相關的認證 OK 那我們的shreder 也有透過所謂 在Autos的分時的功能 叫DNN 可以和VLE做concurrent的應用 OK 那這什麼好處 就是說你只要一個device 然後可以讓VLE 你可以讓shreder OK 那我們有 我們的網頁上有很多demo 可以讓你知道說我們的solution 已經可以做到什麼樣的功能 另外我們wifi的這個 3235系列的MCU呢 最大的fresh可以達到YAR 所以你可以寫很多你客製化的應用 那我們的網頁上有很多chained的資料 還有V2E的論壇可以跟大家討論開發中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那這個是Meta And device的分類 大概有lighting 提供燈控 或一個自動器 或開關 Sensor 然後 一個門鎖 還有這個 温濕度的控制器 和media 那 各位可以看說目前 TIZ support Meta 的兩個solution 可以用CC2652 這個R7 或P7 D的話是有內建Power 所以內建PA 所以它可以達到20db 那這個2674 這個R10或P10 它的fresh比較大 然後它的coachip是N33等級 所以它可以support的cluster就比較廣 它可以做的application就比較多 OK 那在giveaway端的話 各位可以考慮CC2652系列 2652R7P7 這個2340R5 那 在 所有的產品該應用呢 我們提供了很完整的線上支援 那這個是我們的 在Meta的一個路口網站 那另外有Meta的gettingstart guide 可以提供各位怎麼從開發板去架構一個Meta 所有的網路 OK 那我們DI的furnly call 的窄點在這裡 那我們的launchpad 就是我們的櫃群呢 目前已經上架了有CC2652R7 那在wifi方面有3635SF 那我們的論壇的討論的博物格的 在這邊 那這邊就是把剛剛的一些TI在Meta上面的優勢呢 在調列下來 就是我們的省電性 是 經過這 一二十年在這個IoT的應用的話 已經有 可以讓我們的耗電流在stand-by的話 可以小到小於Meta安培 然後我們的S2M 會有不同的size供各位選擇 那我們有內建PA的NCU 可以讓各位可以開發遠距離的device 那我們是CSA 就是之前叫做聯合聯盟的主要會員 也參與了這次的group 然後我們的device可以讓你開發 那個FTD就是Full的thread device 還有minimum的thread device 還有NCP、RCP就是giveaway段 然後我們可以透過DMN DMN的 就是分時的在使用這個 利用ATOS分時的觀念 可以讓一個device 可以讓User覺得你同時在runVoE跟thread 那當各位拿到這個講義的話 這邊都有一些影片 各位可以去看看我們的demo 那在Wi-Fi的開發上面 我們提供這些的連結 那這邊是一個 怎麼用Wi-Fi來開發Meta的gettings.guide 那就是我們在Github上面的載點 然後我們的開發 我們的NCT 現在可以的 可以使用的NCU 有3235SF 那這是它的launch pay 那用Wi-Fi來開發Meta的話 我們本身也是一個 一個CSA的會員 一個CSA的會員 那我們這個整合 不同的launch size跟fresh size 來供各位來選用 這樣的低功耗 然後資源線市面上 目前主要的security的規範 好 那接著我們進入第二個部分 Meta在軟體開發上面要注意的地方 那TI已經把這個 所有的相關軟體都已經 都放在這個 Github的那個repository上面 就是完全follow open source的精神 各位可以free free loyalty的去參考 來使用 那目前我們這個 Meta 所謂的demo呢 提供兩個application 一個是燈的應用 一個是鎖 是locker的應用 那剛剛有講到 你的thread device 但是在join prollowout的時候 必須要有VoE的功能 所以我們是用 DMM的方式 讓這個VoE跟thread 可以同時放在一個NCU上面 那我們也不斷的把 最新的資源或call程式碼 放在Meta的Github上面 各位可以 就是可以去隨時更新 我們的範例call 還有就針對 產線的生產 需要有先內部 先出貨之前 必須要把一個device的 印證的一個call 就是這個DAC 這個認證的證書 先寫在device的fresh裡面 那我們有Fundlecall 可以跟大家講 怎麼去做這個部分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demo 它是在Embedivore 來做的一個demo 它可以用我們的開發版 就可以加入這個 既有google 這個 AppleCiria 或是 Amazon Alessa的一個既有的產品裡面 那我們Meta軟體的開發呢 這是我們 就是底層 有driver層 白層 然後TI的driver 然後我們提供DMM 來讓VoE跟Street 能夠同時作用 那我們的call是 我們的MCU的call是 架構在 是使用VRTOSH OK 那 剛剛有講過 Meta它是一個 application 的一個 是屬於 application layer 所以它是架構在這個 像Street VoE的這上面 OK 那最後是 NU 你們 開發商 它的專屬的應用 OK 所以它的 它的軟體堆疊圖 在長這樣子 那我們 DI 在這個 GitHub Repository 就是 它的儲存區 我們放了哪些東西 有需要 BuildCode的 設定 還有 Franework 就是所謂 GradeFone 跟Elempor的SourceCode 然後還有 VAP的 一個Gluster的 RebuildCode 然後還有 ScripDock 還有一些 StreetParty 它的Code 還有 我們 TI MCU的 SDK driverLayer DMM VoEStack 就是我們放在 這個 OpenSource的 Bithub上面的 東西 好 那 就是講 系統的 TOP 這個是 在 Meta 的 方面 因為 所以 它 本身 沒有 IPv6 的 功能 所以它必須要透過 BoltLot 能夠 進行到 這個 IPv6 去 所以它 在 BoltLot 它需要 像 要採用這種 2-chip的架構 2-chip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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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種 一個是屬於 Radio Code Processor 就是 RCP 它就把 所謂的 Controller 的功能 執行在 Wireless NCU 另外一個 它把 所謂的API 也 Run在 NCU上面 目前 大部分的 User 是屬於 使用 RCP架構 所以 BoltLot 主要有 這兩種 目前 比較常 多人用的是 主要RCP架構 那這個 Meta Meta Thread 就是用 SoC 因為它的功能 比較單純 所以它就用 把所有的 包含 底層 到上層 這個 Application 端 通通整的 在一個 Single Chip裡面 所以Meta 它本身 價格在TCP 跟UDP上面 然後 它整個是在 IPv6 底層 才有Wi-Fi 還有Thread 還有VoE 好 那 TI在 Thread 跟Wi-Fi 有哪些MCU 可以選擇 左邊就是 就是 上面這一欄 包括到2674 這是屬於 Thread 的MCU 那 後面這個3230 跟3235 就是Wi-Fi 的MCU 2651 它是 最小的Flash 然後最小的S-Ray 然後最大的Flash 是2674的R10 或P10 所以 就是你要開發 Ballout的RCP 你可以選擇 這幾個的Device 但是如果要開發 SoC Type的Meta Device 一開始你就要選擇 比較大Flash 比較大 X-Ray 的MCU 來做開發 所以一開始 可以選用 最大的 開發板 來開發 那等到你產品 然後 應用端差不多了 再來計算說 你真正用到的 Flash 跟X-Ray 需要多少 那你就可以Cost down 去選用比較小S-Size的MCU OK 那這個是已經有 NP的時程 OK 那Wi-Fi這兩個的話 如果已經是 已經是NP的階段 就是之前就 幾年前就已經量產 好 那 剛剛有說這個Meta 是屬於Open Source的一個資源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 就是它的Meta的窄點 是在這裡 就是 最 最 一開最起頭的一個窄點 那 它主要是用C++的語法來寫的 然後它是 2.0的 2.0的 Win Source 概念 所以它是Roti Free 然後它 View Core是屬於 用這個GN 用Linja 來View 然後它的一個完整的分位都在 它的儲存資料庫可以去取得 那 你的View Core的環境 可以是Linux Enjoy Mac OS都可以 然後它的VC of the cluster 就VAP 它是一個 自動產生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 左邊這個圖就是你 當你 點擊到這個連結的時候 可以看到一個架構圖 好 那 呃 剛剛講就是 前一頁左邊的話 Connect Home IP 它的 哦 樹狀結構圖呢 就主要有這些 View Core 它是 Squid档 給 GN Linja用的Squid档 然後 這個是GN的Squid档 那 這邊是 一些Configuration檔 然後 它的文件 它的FriendlyCore 然後 它用到的Squid 就是你要DueCore之前 要先把環境加購起來 要去執行這個 然後 它的Mater的SourceCore在這裡 然後 然後 不同加MCU 它的Friendform 在Core 在這裡 不同加它的範例呢 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的 有 Core有在這裡 也有在這裡 等一下會再介紹 那ServParty的Core呢 比如說 Friatus Lineway IP 那是在這邊 然後TI ServorLink SDK 往這邊 那這個剛才講的是 VAP的VCR的Source 是在這裡 OK 所以當你要去客製化 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要去哪裡去找我的資源 OK 那剛剛講說 你在 Build分位的時候 就是我們這個 NCU的分位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去執行這個 Screen裡面的 BoostTrack.sh 不然有些環境都沒有建立起來 是沒有辦法Build OK 那右邊呢 是我們TI的 SimpleLink SDK的 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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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底下有 支援不同的NCU 有WiFi的 Shred的 V2E的 手腕鋁的 那上面就是HAL層 然後再TiDriver 然後它的MiddleWare層 他用了哪些protocol 然後我們的plugin 然後客戶的 application段 那我們根據這個 既有的這個SDK架構 來porting 支援到這個Mater 比如說 WiFi Shred OK 那在Mater有這個 有IPv6 然後 然後他 走UTCP 和UDP的 通道 那 Mater的 是在這個TCP 和UDP的 上層 就是Evocation段 好 那剛剛有講說 Connect Home IP的 數字狀結構底下 有Playform 跟Elample 那這邊介紹 Playform的部分 對 Playform 那 我們的 我們的 code在這裡 就是CC 13x2 26x2 這邊 那 這邊就是 再說明就是說 他的 這些架構 他主要是提供儲存的什麼 相關聯的 code 那像這個 我們的架構有分這個 VLE的 Provision 的部分 在這裡 然後 這個 在 NVS的一些 Storage 就是我們怎麼存 資料到 Flash 的code 在這裡 那跟Playform 有關的 調教 就是 Cobligation 是 有這些code 那跟 Mater Protocol 有關的 在這裡 然後他的 加密有關的是這個Crypto OK 這字很小 所以這個 等各位拿到這個 PDF 檔的話 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那各位也可以到那個 Connect Home IP的 目錄去 點擊到這個Playform 就可以看到這裡 但這些註解 都沒有 所以你要 參考這份 講義 然後去 對應到 他的 Storage 的 一些 可以 File 這檔案 好 那 再來就是說 我們 Storage 有提供兩個 一個是Lighting 一個是Lock App 所以 在我們的finecode 在這個Evamp 剛剛 前面那頁是 在我們在 這個Playform 那邊 那這邊 現在這邊是 在Evamp 我們Lock App OK 那我們 如果有用過我們的MCU 就知道我們會用一個叫 SysPigre 來 來做這個 MCU的一些 狡辨的規劃 那我們在這個Mate一樣 也是會有一個要用到這個SysPigre 來做一些設定 然後這個是程式的Entry code 就是從Main 然後他的 App task 是他的 就是我們這個 Storage的一個 一個Loop在這裡 OK 然後這邊有介紹說 他的 GN的Configuration檔在哪裡 那Viatos的Task OK 那Mate的Configuration 這兩個地方 那接著再介紹我們 就是說Mate你要做到一個比較省電的一個裝置的話 要注意到哪些 那事實上 Mate的定義 Mate的架構 他並沒有 一個 並沒有針對這個耗電流 來做一個說明 但是Mate 他是 它的底層 就是兩種 一個是Straight 一個是Wi-Fi 所以他在Configuration的時候需要用到VoE 所以我們來看 你Mate的IoT的器材 那這兩種器材是哪個叫省電 那 雖然我們的CC3235 它的省電 已經有大幅改善 但是 就這個兩種 Protocol的 特性來看 Straight還是比Wi-Fi 在Protocol設計上比較省電 OK 但是呢 如果你需要有比較 大的 那個傳輸資料量的話 你還是要選擇Wi-Fi OK 所以 有一個東西 比如說 開關 你可以透過 所有的來 來完成 來做到 也可以做過Wi-Fi來做到 那 如果他的距離 距離不是問題 因為我們的MCU 有內建PA的 種類 可以讓你做長距離的傳輸 那如果你要達到 比較省電的話 那你當然是用 Trade的方式來完成 OK 但是如果要傳輸比較大的資料 比如說 Video的應用 那你就要透過Wi-Fi 來 建構這個 Mate的器材 所以就Mate的省電考量來講 就說 你在選擇Solution的時候 就已經決定了 如果你是 沒有那麼大的傳輸量 那你就用 Swade來達成 如果有大傳輸量 你就選擇Wi-Fi 那還有記得就是說 IoT的Device 大部分的時間都處於Standby的狀態 所以 你要選擇Device 要 要 特別去考量到 他的Standby的Current 是不是有競爭力 是不是有夠捨電 那 這一張 剛剛已經有show過 就TI的Thread的Device 我們的耗電流 StandbyCurrent 是小於1mA OK 然後我們有內建PA的MCU 可以打到HDVN 然後還比 外接PA的 這種 設計更沈澱 OK OK 好 那這邊 最後的部分 跟大家講 就是 網路的連結 我們 這個第一個連結 可能是 Home IP 就是Meta Open Source 的一個 入口網站 那 TI在Meta 的 總入口 在這個 在這邊 那另外 就是如果要開發 Thread的Device 可以透過這個 GatingStart的網頁 另外這個 開發Wi-Fi 做Meta Device 他的GatingStart 一個入口網站在這裡 那 在 6月左右的話 我們 會在 TI的 Academy 會上架 就是 Meta的 一些 實作的 Lab 那 裡面會有更詳細的資料 然後 我跟各位介紹一下 OK 這個是 Meta Meta Thread的 GatingStart的一個 入口網站 那我們 就 Base 2652R7的一個 Device OK 那 這個是 他的 網路架構圖 它需要一個 AP Louter 然後需要一個 FollowLouter 就是Meta Thread 它不能直接點到 APLouter 它透過FollowLouter 都點過去 那 它需要有一個 Controller 來 做 Commission的動作 透過 VoE 來 透過VoE 來 引導 這個 所謂 Meta Meta 連到這個 Ballout 等到連到之後 這VoE 就不需要使用 然後 Controller 就可以透過這個 Ballout 來透過所有的指令 來控制這個Meta Meta 或收集Meta Device 的一個訊息 OK 那 這邊有跟各位講說 你要建構這一個demo的話 需要用的軟硬體 需要用的軟體 OK 然後它的窄點在哪裡 這邊都寫得很詳盡 然後它的一開始的這個步驟 要怎麼做 它這邊就是一步一步的引導你去做 然後最後要怎麼去啟動這個demo 這邊都很完整 OK 然後 如果有遇到問題 那這邊 最近也有人問 就是相關一圖一的 的連結 在這裡 這邊這邊 那有關Wi-Fi的話 在這裡 Wi-Fi的Gainstack guide 往這裡進來 那Wi-Fi的話 就是你的Meta device 就是我們的開發板 甚至上我們的開發板 就直接連到APAlt 然後回一個 一個 Nonebook 就可以當一個 Commission 跟Controller的角色 就可以引導它 連到APA 連到這個Meta的網段 然後並且做控制 那這邊一樣 就是說你要的軟體 你需要的硬體是什麼 軟體是什麼 然後怎麼去 去 怎麼去 設定 軟體 然後去做Temo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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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